旋律的高空煙火齊放 漂亮是漂亮 但伴隨著巨大聲響 讓附近的狗都被嚇得不斷吠叫 民眾拍下民宿頂樓 遊客煙火放不完 過年期間咬牙忍了 但這年都過完了 還在放 讓附近住戶們受不了發出怒吼 長久以來都是這樣 有...就是有... 有處理啦 那個環保局也有處理 消防局也有處理 都沒有 我說煙火 那一大聲 第一個那個是 有安全法規的問題 那就是說有危險性 1.0跟1.9都打了 就連環保局也來查 但遊客煙火還是照放 事件發生在屏東恆春 在傳統老舊社區 緊鄰的三間民宿 附近還有養老院 住的許多八九十歲的老人家 晚上早早就睡下了 但遊客出來玩好興趣 一個晚上不同組客人 要放五六六次的煙火 就怕老人家心臟不好 經不起這煙花的一驚一炸 而民宿業者則相當低調 不願受訪 僅表示會約束客人 有接過報案 不過時間還沒超過管制的 晚上十點 只是遠距走後 可能又有人偷放 已經造成住戶困擾 針對煙火擾民 按照設違法 是可以儲六千元以下罰還的 所以要提醒遊客們 出來玩要注意時間 避免為了一時開心 賞幾荷包 TVS新聞 葉鳳達 屏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